美国总统拜登坚信 俄罗斯无法在冲突中战胜乌克兰 中国则形容中俄关系坚弱磐石 政府计划在年底之前 在全岛三分之一的组屋停车场 再安装两千多个电动车充电桩 本地去年的诈骗激增 警方积极同海外执法单位合作 侦破网络金融碎案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 美国和北约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 他强调 俄罗斯永远不会在俄乌战争中获胜 俄罗斯外交部则是在总统普京宣布 暂停履行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表示 将继续尊重条约中的核武限制 结束以下组